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恭请尊敬的卢君洪台长 佛海无涯天有涯 慈悲感恩报佛恩 救度有缘佛子情 一生无碍不挂心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 隆天护法 尊敬的各位嘉宾法师 和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 义工们大家好 能够在马来西亚和大家见面 让我们再一次感恩到佛陀的加持 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学佛必须广发菩提心 才能达到究竟圆满 把自己的慈悲 佛性启发出来 才能拥有圆满的智慧 当今社会 地震 海啸 泥石流 水灾 旱灾 饥荒 温义 车祸 身体 癌症 从各种频发的事件 菩萨 让我们知道 这个世界 世事无常 尤其在末法时期 只有修心 修出一颗谦卑慈悲的心 才能让我们自己 躲过很多的天灾人祸呀 每天全世界 因为各种原因 死亡的人 每一天是一万八千人 我们每天在不知不觉中 心里承受着各种各样巨大的压力 怕自己的家庭 怕自己的单位 生意 怕自己碰到坏人 和一切灾难 我们还承受着各种各样外界给我们带来的灾难 所以 大家知道 现在全世界 因为害怕恐惧 得忧郁症的人 是三亿四千万 每一天 每一年自杀的人数 是一百万 几乎 每天自杀 有三千人 所以 想要求心灵的解脱 首先 就要学会善良 首先 就要学会为别人着想 好好学博 慈悲 能够化解一切冤结 在中华传统文化上讲 一善 结百哉 诗人与善 广众福田 诗人与恶 报应连连 所以 以善心处事为人 他会发大爱无疆 善 会在他的生命和事业当中蔓延 所以 他的事业会顺利 他的身体会健康 记住了 心欢的人 会有智慧的安静 心正的人 他拥有 浩然正气的 正大光明 现代人 欲望太大 要了房子 还要靠海边 有了小房子 要大房子 住的 都是为了得到利益 不停地执着 我一定要 一定要 把所有的精力 集中在某一个点上 一旦 失去它 精神 就会崩溃 在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 根据香港报纸报道 股票 一下子大跌 很多买股票的人 疯了 自杀了 结果香港的精神病医院 全部爆满 你们知道 那些医生 是怎么来医治 那些精神患者的吗 医生制作了一个 很大型的 股票的电子牌 把病人喜欢的股票 全部放在上面 每一天让他们看 他所买的股票 天天往上走 那些人 天天看着自己的股票 上涨就开心 医生就是用这种方法 来治愈他们的精神病的 所以 因为我们把精神寄托在 很多的自己希望能够解决的方面 一旦你失去了他 你就会精神崩溃 所以 学博人 淡破名利 知足常乐 诚心学博 让人感受到 人间 还有菩萨的再现 这个世界上 还有佛的存在 所以我们学博做人 记住 让别人快乐 那是慈悲 让自己快乐 那叫智慧 从前 有一个生麻风病的人 病了四十年 一直躺在路边 等待着 有人把他拖到 据说 有神奇力量的一个水池边上 然后 他 在靠近 神奇力量的水池边 一直等着 别人把他拉到水池边 他等了四十年 没有人来拉过他 有一天 菩萨看到了他 就问道 孩子啊 你要不要医治 解除病魔呀 那个麻风病人说 哦 当然要 可是现代人的人心 好险恶 他们只顾自己 他们绝不会来帮我的 菩萨听了 就问他 你要不要治疗啊 当然要 但是等我爬到那个水池边 可能水都干了 菩萨听了 有点可惜 再问他 你到底要不要医治啊 他还是说 要 要 菩萨说 好 那你现在就站起来 自己走到水池边去 不要总是找一些 没有用的理由 为自己去辩解 麻风病人听了 深感惭愧 鼓起勇气 站了起来 走到水池边 用水盛着佛水 喝了几口 瞬间 那纠缠他 四十多年的麻风病 就好了 这个故事表明 我们在人间 什么事情都不能等 很多人不能成功 心理烦恼 就是用各种各样的理由 来阻碍自己 你就是在自己的心中 铸造了一个大的魔障 所以 人知道了 就应该 马上去做 而不是 自己来阻碍 自己 所以人的成功 在于行 听到了 你相信了 你就要有愿力 你才会有行动 这就是佛法界讲的 信 愿 行 我们今天学博人 每个人都想成佛 但是真正的 为自己学博的理想 付出了多少 我们经常 找一大堆的借口 为自己的贪婪 和失败 狡辩 这样 你还会继续失败 我们总不能为自己的懒惰 找借口 人活在世界上 只有努力去实践 要想学博 只有努力的去度众生 那么 佛将永远留在你的心中啊 人间 每个人都有创伤 家庭的 和孩子的 自己 生意上的 代表着你每一种成熟 每一种创伤 实际上 就是让你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一件事情 可以长久的 一个人 爱过了 就结束了 说句话 说过了 就后悔了 心中 有一道伤痕 痛过了 就麻木了 有一颗破碎的心 在心中 不断地刺伤着自己 我们学博人 要想得通 因为 我们在意的是 是未来 我们不能造新业 好好地去学博 我们忘记过去 好好把握现在 这就是博法界 经常讲的 要活在 当下 检验人心 最好的工具 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你看这个人 好不好 散不散 你看他怎么 对待别人 如果 你看一看 这个人 有没有良心 和本性 你就看他 对别人 有没有 慈悲心 所以 学博之人 永远要知道 真正 藏于 内心的 那是一种 无缘的爱 和 无声的 慈悲 有一个母亲 生了重病 几个孩子 打工 挣的钱 付不起 医疗费 但是他们 安慰自己的母亲 妈妈 没关系 我们孩子 都撑得起 妈妈每天 花很多钱 住医院 妈妈 心疼 孩子 有一天 妈妈 跟孩子 说 你们不要再 为我这么 奔波了 你们也很辛苦 妈妈 一辈子 也没做什么 这个 对不起人 的事情 我无所谓的 孩子说 妈妈 你一定要 接受 我们的爱 但是有一天 早上 当他们去的时候 医生告诉他 母亲为了 替 三个孩子 节约钱 自己半夜里 把 针管 把钓的 钓瓶的管子 全部氧气 全部拔掉 所以你们 想象一下 妈妈 爱孩子 爱一辈子 我们爱 自己的母亲 爱自己的父亲 爱一阵子 要想一想 学博人 要以孝心为重 以慈悲心为本 所以看待 比我们年长的 都要把他们 看成我们的长辈 把比我们小的 都要看成 是我们的孩子 把跟我们 一样年龄的 要看成 我们的兄弟姐妹 这样 你才会拥有 真正的 无缘 大词 有一个 大师 他一直 浅心苦练 据说 几十年 他练就了一生 移山大法 他可以把一座山 移掉 据说 有人 虔诚的请教 大师 请问 你用何种神力 才得以 把山可以 移开 我如何 才能 练此神功呢 这个大师 笑道 练此神功 非常简单 只要 掌握 一点 那就是 山 山 不过来 我就 过去 现实世界当中 有很多事情 就像 大山一样 你要 说服别人 比登山 还难 所以 你无法 改变它 至少 暂时 没有办法 改变它 请记住了 当你改变不了别人的时候 你最好的方法 就是改变自己 所以 只有改变自己 慢慢的才会改变别人 只有改变自己 才可以最终属于改变你自己的世界 山 如果不过来 那你就自己过去吧 所以 我们 我们学佛人 要懂得放下 快乐 有时候是一种感觉 这种感觉没了 也就结束了 所以 有时候 要觉得够了 我们从小 长到大 我们在年轻的时候 有多少快乐的感觉 过去了 我们年轻的时候 有多少痛苦的感觉 现在 也流失了 所以 我们 心中 要无愧于人 我们 不能欠别人的 很多人 眼睛 看不见 很多人 残废了 很多人 每天 被病魔 折磨的 痛苦不堪 很多人 每天 想着自杀 想一想 我们今天 坐在这里 我们今天 还活着 我们拥有 正常人的眼睛 鼻子和身体 我们还平安地活着 我们身体 还健康 我们还过着 没有疼痛的生活 这 难道不叫幸福吗 这 就要懂得 知足 常乐 台长 曾经 告诉过一个人 一个年轻人 跟我说 我很痛苦 我很烦恼 我告诉他 你很烦恼 你到医院去看一看 你就不会烦了 他说 我对人间看穿了 我不想活了 我说 你到坟上去走一走 你就知道 人 为什么要活着 你今天还活着 说明 你还是有福之人 想一想 别人 看一看自己 你自然 就懂得 一生 所得的 一无所得的人生 迎接着 是最后的悲伤 学会想得通 习惯 想得通 把人间 发生的一切 看成是正常的 要习惯于失去 也要习惯于得到 这就叫 从鲁不惊 有一个旅游 他经过了一块绿洲 停下来 给骆驼 饮水 他看到满头大汗的 有一个老人家 便上去 打了两声招呼 你好啊 大爷 这么热的天 你在这里挖什么呢 老人家说 哦 小伙子啊 我在播种 你要在这里种什么呀 老大爷 呃 种 椰枣树 椰枣 旅游者 非常懂 他惊讶地说 那部表情 就像听到一个愚蠢人 说话一样 老大爷啊 你告诉我 您多大年纪了 呃 我也不是太 记得清楚 六十七十 可能八十 我忘记了 但是这个不重要 大爷啊 你知道吗 耶稣 长成要五十年 长成之后 才能结出果实 我希望你能长寿 能活到一百二十岁 但到那时候 你可能也很难 收获今天 劳动的果实 我劝你老大爷 还是别干了吧 老大爷说 我吃的椰枣 是前人种下的 播种的人 也没有想过 吃到自己种的椰枣 我今天播种 是为了让后人 能够吃到 我种下的椰枣 虽然 我也并不知道 谁会吃到 我种下的椰枣 但我想 这份辛苦 那是值得的 听完老人的一席话 旅游者说 感谢你老大爷 你给我上了一课 请收下我的学费 说着他把钱袋 递给了老人 老人家说 谢谢你的钱啊 朋友 你看 事情啊 往往就是这样的 你认为我无法收获自己的劳动果实 但我还没有播完总 我就收获了一袋钱 和一个朋友的谢意 记住了 学博 做人都是这样 好好的学博 前人摘述 后人成良 你们在家念经 又算你们没有马上得到回报 但是你们的孩子 可能就是因为你们学博 慈悲 善良 已经在学校里考有好成绩 身体 日益健康 这就是 前人摘述 后人成良啊 学会 为别人去想 你就是菩萨 学会感恩别人 对你付出的一切 你就是 慈悲啊 很多人说 学博很难 我学不会 我听经 我就要睡觉 台长告诉你们 其实 佛陀在2500年 给我们的教育 就是要我们 人成 及婆成 好好的做人 你就是人间菩萨 所以台长 今天用佛法的哲学 来告诉大家 学博人应该 有四个 不应该去做的事情 第一 不要 自视清高 记住了 成熟的脉税 总是谦虚的低下的头 而那些 腹中无物 既干 又瘪的鼻子 却总是锋芒毕露 智高气阳 天外有天 山外有人 谦卑 那是一种态度 更是一种 人的修养啊 第二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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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盲目地去 承弱 言必信 行必果 种下行动 你就会 收获 习惯 种下习惯 你就会 收获 性格 种下 性格 你就会 收获 命运 所以 很多人 一生 一个坏习惯 就让你 一辈子 得不到解脱 很多人 到六七十岁了 别人劝他 他还是说 我就是这个样 我改不过来了 最后的结局 就是离婚 家庭 破散 或者自己身体的 衰败 所以 学博 要有好的习惯 人的一生成功 和失败 有时候 就是因为 你种下的行为 和种下的性格 来收获 你的命运 第三 做人 不要轻易地 去求人家 把自己 当别人的时候 你会减少痛苦 和发怒 因为你觉得 别人会很痛苦 你就不会很痛苦 把别人当自己的时候 你会同情 不幸 理解别人的需要 把别人当别人的时候 你会尊重 他的独立性 不去侵犯 他人 就有如 很多父母亲 尊重孩子 孩子 才会尊重父母一样 如果父母亲 天天骂孩子 孩子 非但 不能接受你的善意 还会离你而走 所以要懂得 所以要懂得把别人当别人 就是尊重别人 就是尊重别人 学会 把自己当自己 你就会珍惜自己快乐的人生 自己能解决的问题 就不要把问题扔给别人 很多的人 很多人一生靠别人活着 而很多的人一生靠自己的智慧活着 好好地拥有智慧 那就要学会防止自己身上的贪 如果我今天不贪 如果我今天不贪 我不跟别人做冤家 不恨别人 我今天不去做任何愚痴的事情 那你已经是活在佛的心里了 第四 人不要强加于人 人本是人 不必刻意地去做人 很多人活着很累 在外面一套 在家里一套 在公司一套 在朋友面前一套 永远要活着比别人辛苦 他很紧张 怕说错话 怕得罪人 怕给自己的缺点暴露给别人 所以他们做人 做得很辛苦 所以人不必刻意去做人 尽量 Nature就是要自然 所以学佛人自然 对别人真情 你就会做得非常的随缘 世界本是事 无需精心地去处事 所以真正善良的人 别人看得到 真正会做人的人 别人也看得出 所以学佛人放下自己 用你一颗纯洁的心 去感动别人 别人一定会把你当成菩萨的 人分三个阶段 看山 是山 看谁 那是谁 这就是人之初 性本善 真心真情 我们小的时候 就是最有感情的时候 我们小的时候 是最能理解别人的 所以妹妹 哥哥 伤痛了 我们会说 妈妈 哥哥弄破了 我们好难过呀 纯洁 妈妈 我做错事情了 我对不起 这是感觉 这是感觉 妈妈 我损坏东西了 我要拿我的压岁钱 出来赔 这些都是真正人的 本性的纯洁 但是我们 人越活越大 越来越为自己了 这个时候 看山不是山 看水不是水 因为人到中年 看到很多人 都是在做人 都是虚假的 这个时候 你进入了虚幻世界 觉得这个人间 一切都是空的和虚的 当你年纪大的时候 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你知道 看山还是山 看水还是水 这个时候 你才知道 反谱归正 回归自然 所以记住了 看清世界 看破红尘 看破放下 有一次 禅修法师的 一位弟子 匆匆忙忙的 跑来找师父 找他的师父 边喘气 边兴奋的说 师父啊 我告诉你一件事 你绝对想象不到的 禅师说 等一下 毫不留情地 制止了他 你现在 告诉我这件事情 你用筛子 筛选过 三次没有 他的弟子 绝对不妙了 然后摇摇头 老禅师继续说 你要告诉别人 一件事情的时候 至少应该 用三个筛子 过滤一遍 第一个筛子 叫真实 你要告诉我的事情 我想问你 真实吗 我是从街上听来的 大家都这么说 我也不知道 这个是不是真的 好 那就应该 用你第二个筛子 去检查 如果不是真的 至少 应该 是善意的 你要告诉我的事情 是不是 善意的 不 师父 正好相反 禅师说 不厌其烦地 继续说 那么 我们用第三个筛子 继续检查 看看 你这么急的 要告诉我的事情 是重要的吗 这个弟子说 并不是很重要 禅师打断了 他的话 孩子 既然这个消息 并不重要 又不是出自善意 更不知道 他是真是假 你有何必 说给我听呢 说了 也只会 造成我们 两个人的困扰 罢了 学活人 说话 是否 常常 使人 得到益处 首先 要过滤 一下 你会发现 很多话 不必说 也不用说 学习 守住 我们的口 不要让它 任意 万为 当一个人 能够不乱说 自然 就不会造 口业 嘴 是惹祸的根 祸从口出 说出的话 泼出的水 收不回来 多少人 在说错话之后 后悔莫及 所以 学会 守住 口戒 守住 意念戒 守住 你的行为 这就是佛法戒 讲的 要守住 牲口 意 三切 我们人 要懂得 面对 烦恼 烦恼 是一切 苦难的 聚合点 点越多 你的业障 会越大 当我们 今天 在受苦 的时候 实际上 我们的心 在受苦 当我们的心 想通的时候 实际上 我们就脱离了 苦难 想一想 我们生活 是不是这样 有时候 没想通 一定要打官司 我恨死他了 我哪怕倾家荡产 卖房卖产 我也要打官司 天天痛苦 难受 等到终有一天 想通了 无所谓了 哎呀 这么长时间 他已经不跟我搞了 我也不愿意再去跟他搞了 算了 算了 大家不打官司 这个时候 你突然之间会觉得 自己很释放 自己会很快乐 所以要靠自己解脱 记住了 当我们今天在受苦的时候 其实并不是肉体在受苦 是我们的心在受苦 所以想通了 就脱离了这些苦难 人间的苦 像厄运一样 所以心经告诉我们 要度尽一切苦恶 不要让苦难生成 就是不要让自己心中 有苦有难 在自己存在 在自己的心中 要去除苦难 不要让他在心中 产生痛苦 就不要去恨别人 所以不制造苦难 也用不着去灭除苦难 这就叫 不生不灭 台长在做节目的时候 经常听众打电话进来 这个听众打电话 请台长看事业 台长看他胆子小 前怕狼 后怕虎 换工作是因为多一点点钱 说他性格像女人 肠胃虚弱 经常痛 听众都一一承认 台长还看出他 谈过两个恋爱 跟人家没有好到底 有一点小邪淫 经常抱着电脑 偷偷看不好的东西 全部台长说了 下面请大家听一下录音 谢谢大家 我想看书腾 我是1981年书籍的 我想看事业方面 你这个人做事情 前怕狼 后怕虎 前怕狼 后怕虎 就是做什么事情 都是胆子小的不得了 因为我刚刚才换新的工作 所以我很紧张 看见了吗 我跑上来就说你紧张 胆子小的 前怕狼 后怕虎 你开始的时候 就不应该换这工作 你想多赚钱 你才换了这份工作的 我是一来是想多赚钱 是学东西 学东西的 你就是看了这个钱 比那个多一点 听得懂吗 多一点是 对对对 多一点点 多一点点 你看你这种人 就是马上就换了 你要记住了 你要坚强一点 因为你的性格 太像女人了 听得懂吗 对对 师傅 师傅 我还有一个问题 可以帮我看 我肠胃是不是有癌症 没有 癌症 没有 你的肠胃 颜色很黑 是真的 你的肠胃很虚弱 而且经常会疼痛 对对对 对对 我是觉得我很坏 你很坏 我看看你坏在哪里 不就是 不就是两个 谈过两个恋爱 没有跟人家到底吗 对对对 我还看不出你坏啊 曾经有过一些些小邪淫 就是这样 对对对 胆子们小的嘞 我看你 抱这个电脑 还怕别人看见 在看那些不好的东西 全部保护 谢谢 有一位青年画家 在还没有成名之前 住在一间狭小的小房子里 靠着画人像维持生活 有一天 一个夫人 有钱的人经过那里 看见他画得非常的细致 很喜欢 就请他呢 为他自己画一幅人像 他真的画得很好 双方约好了 酬劳 税一万元 一个星期后 人像画成了 这个富人 一约前来拿画 这个时候 这个有钱的人心中呢 就动了个邪念 他说 看那画家年轻 还没有成名 他就不肯按照 原先讲好的 支付钱 给他 一万块 这个富人心想 反正画中的像 是我 这幅画 如果你不买给我 那么绝对 不会有人来买的 我又何必花 那么多钱来买呢 于是 这个富人 她就赖账 她说 我只愿花三千元 买这幅画 青年画家 傻眼了 她从来没碰到 这种事情 心里有点慌 她 费了很多的口舌 向那个富人 据理力争 希望 这个有钱人 能够遵守约定 做个有信用的人 那个 有钱的人说 我只能花三千 你别再啰嗦了 你卖就卖 这个富人 认为她 居上风了 你到底卖不卖 青年花家 知道她故意赖账 心中纷纷不平 她以坚定的口气说 不卖 我宁可不卖这幅画 我也不愿意受到 你的污辱 今天 你失信 毁约 将来 我要你付出 二十倍的代价 这个 有钱的人说 哈哈 笑话 二十倍 那是二十万啊 我才不会这么笨 花二十万 来买这幅画呢 那么 你等着瞧吧 青年人离开了 经过这件事情的刺激之后 这个画家 搬离了 这个伤心的地方 重新拜师 学艺 日夜苦练 黄天不负苦心人 十几年之后 她终于在艺术界里 成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画家 而那个妇人呢 她自从离开那个画室之后 第二天 她就把画家跟她讲的那番话 早就忘记了 直到有一天 这个妇人 好几位朋友 不约而同的来告诉她 哎 老兄啊 有一件 很好奇怪的事情 你知道吗 这些天 我们去参观 一个成名艺术家的画展 其中 有一幅画 不二价 画中的人物 跟你长得一模一样 标价二十万 最好笑的是 这幅画的标题 竟然是贼 这个妇人呢 听后 好像被人当头打了一棒 顿时 她想起来 哎哟 十几年前 我与那个画家 哎呀 那出大洋相了 连夜赶到 青年画家的家里 向她道歉 并且说 哎呀 我画二十万 把她买回来吧 青年 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志气 让这位妇人低了头 这给我们一个启示 众因得国 众因得国 众善因得善国 众恶因得恶国 大家记住 没有一个人 能够一辈子享受 幸福快乐 人生 要想一辈子 永远都保证 自己是快乐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快乐和痛苦 那是一对 双胞胎 所以当你幸福的时候 你一定要想到 可能还会痛苦 当你痛苦的时候 你要想到 我要坚持 好好学博 我以后一定会幸福 记住了 学佛人 只有经历过 才会懂 以后怎么做 只有痛苦过 才知道 快乐来自不易 只有爱过了 才知道 心痛的感觉 只有不出了 才能知道 得到回报 只有失去了 才懂得 应该怎么珍惜 只有失败过 才能知道 成功 那是多么的艰难啊 我们现在 教育孩子 很多父母亲 都是用粗暴的方法 实际上 学佛人 应该懂得 用妙法来 教育自己的孩子 这里有一个 非常有趣的 教育孩子的故事 有一个孩子 放学之后 在客厅里玩篮球 不慎 把书架上的 一个花瓶 打下来了 这个孩子慌忙 用胶水 把碎片 粘起来 胆战心惊地 把这个花瓶 放回了原处 当天晚上 母亲发现 花瓶 被破碎 重新粘了 她就问孩子 孩子啊 这个花瓶 是不是你打碎的 孩子灵机一动说 妈妈 有一只野猫 从窗外 跳了进来 碰到了花瓶 母亲很清楚 孩子在撒谎 但她没有说什么 睡觉前 母亲 从抽屉里 拿出一块巧克力 递给孩子 说 孩子啊 这块巧克力 奖励你 因为 你运用了 你神奇的想象力 杜撰出 一只 会自己开窗户的猫 以后 你一定能写出 好看的 侦探小说 接着 她又 给孩子 拿了一块巧克力 她说 孩子 这块巧克力 奖给你 因为你有杰出的 修复能力 你把花瓶上裂缝 沾合得几乎完美无缺 母亲又拿出第三块巧克力 说 这是最后一块巧克力 孩子 妈妈 我向你深深的歉意 作为母亲 我不应该把花瓶 放在容易衰落的地方 希望你没有被砸到 或者没有被吓到 孩子听了 惭愧地低下了头 从此以后 他再也没有杀过一次谎 这是比惩罚 更深刻的奖励 学佛人 就是靠悟性非常重要 她的母亲 用正能量对比 来启发孩子的本性 所以学佛人 要放下痛苦烦恼 因为我们知道 痛苦那是暂时的 因为我们学佛了 我们在改变 不学佛的人 痛苦那是一辈子的 因为他碰到苦难 他无法解决 而我们学佛的人 痛苦那是一段时间的 因为我们学佛之后 可以改变我们的命运 所以希望大家通过佛法 来彻底地改变自己的命运 很久以前 有一个智慧大臣 请一个理发师去修面 这个理发师呢 给智慧大臣修到一半的时候呢 可能是过分紧张 一不小心 把古时候皇宫里一个大臣啊 他把他眉毛啊 给剃掉了 这下他知道不得了 心中暗暗叫恐 惊恐万分 他生枝啊 这个完了 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理发师 那还了得啊 这个大臣一看眉毛被剪掉了 怒气肯定上来 我就命就没了 这个时候 他想一想怎么办 他懂得一个道理 人有一个普遍的心理 当这个人在拼命地被人家夸赞的时候 他的怒气会消的 他情急生智 猛然醒悟 连忙停下剃刀 故意两个眼睛直登登的看着这个大臣的肚皮 仿佛要把他的五脏六腑都要看透 智慧大臣突然看见他不剃头了 盯着他两个肚皮看 然后他就满腹狐疑的就问他 你不休眠 光看我的肚皮 这是为什么 理发师说 人们常说 智慧大臣啊 肚里能成船 我看大人的肚皮不大 怎么能成船呢 智慧大臣一听 理发师这么说 哈哈大笑 那是说 我们大臣 七两最大 对一些小事情都能容忍 从不计较 理发师听到这话 扑通一下 跪在地上 声泪俱下的说 小弟该死 方才休眠时候不小心 将您的眉毛可剃掉了 相爷七两大 千千万恕罪啊 智慧大臣一听 啼笑皆非 眉毛给剃掉了 叫我以后怎么见人呢 勃然大怒 正要发作 但冷静一想 自己刚刚讲过的 智慧大臣 七两最大 怎么能为这件小事 给他治罪呢 于是 他就豁达温存的说 啊 倒也无妨了 去把笔拿来 让我把眉毛上 画上就可以了 理发师 凭借自己的机制 对人夸奖 然后说出自己的错误 躲过了一场 杀生之祸 请大家记住 我们学佛人 口吐莲花 在人家不开心的时候 多说一些赞美的话 可以消解别人的怨气 当自己妻子不开心的时候 你就多说一些 妻子好的听的话 妻子的饭做得最好 妻子是最显良的 他的气也会消 当先生要找茬的时候 也对着先生说 您帮了我太多了 我们这个家 还是非常圆满的 记住了 常说别人的好 能够赞美别人 你就会为自己赢得机会 才会成为拥有智慧的人 我没想到 这个时间过得这么快 所以呢 台长要告诉大家的就是 我们学佛做人 要懂得 有的时候是你自己造就了 你的人生 并不是别人 有两段树根 一段被雕成了神 一段被雕成了猴子 于是两段树根的不同命运 一段被人家膜拜 还有一段被人家当成了玩物 拍拍打打 被雕成猴的树根埋怨 这个雕刻将说 我们同事数跟命运截然不同 都是因为你把我雕成了猴子 把他雕成了神 我们的命运 其实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这个雕刻是说 我哪有这等本事 去雕刻别人的命运 雕刻将赞叹说 其实在雕刻你们之前 你们的命运就已经形成了 从土里挖出来的时候 你们一个像神 一个像猴子 我只是按着你们的原貌 略加雕刻而成 最后雕刻将叹了口气说 所以你们的命运 并不是我雕刻的 而是你们的成长决定的 你们在泥土中 成长的那段过程 就决定了你们最终的走向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每个人的命运 并不是别人可以改变的 而是由你自己 在成长过程当中 你的脾气和你的性格 而形成的 因果培养良好的心态 你就会把自己 就会把自己雕刻成 那天之后身体一直很好的母亲突然发病了 医院确诊为肺癌晚期转移到了一线癌 多处囊肿 积水 医生说没救了 同学哭着求母亲信佛念经 他的妈妈答应吃全素 放了六千条鱼 精神马上好转 亲戚都说他不像癌症病人 一个月之后复查 肿瘤由原来的二点七 直接缩小到八毫米 血液全部正常 连医生都赞叹 佛法的力量太神奇了 我给大家听一下 当时的原始录音 谢谢大家 师父 弟子想跟您分享 最近发生在我们这儿 当地的一件非常伐喜的事情 我们这儿有个师兄 他修习心灵法门已经有三年多了 今年四月份在槟城拜的师 回来后不久 师父就在梦里边 就是给他说 说他母亲身体会出问题 让他多求福祂 还跟他说 他母亲五个月后会走人了 他当时呢 就是他的母亲 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 没有任何征兆 可是十天以后呢 他母亲突然发病了 经过确诊 肺癌晚期 转移到了腺癌 脑子里和肝上都有了囊肿 心腔积水 心包积水 全都有了 医生说没法救了 就这样呢 这个师兄呢 他就哭着求他的母亲 让他母亲信佛念经 让他母亲吃全素 他母亲都答应了 这位师兄家里 经济状况并不好 他一次性给母亲 放了有六千条的鱼 接下来 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 他母亲的精神 马上就好转了 期间呢 来看望的亲戚都说 太神奇了 就像是 癌症晚期的病人 都问是不是医生误诊了 出院以后一个多月 他们回去检查 肺部的肿瘤 由原来的2.7厘米 乘2.3厘米 直接缩小到了 横径是8毫米 并且他的血液 全部都正常了 连医生都说 佛法力量太神奇了 大恩师傅 慈悲点化 现在看到了吗 师傅的法生到梦里 去提醒你们 你们一定要珍惜呀 真的 真的非常感恩师傅 感恩佛陀和妈妈 慈悲救助我了多少众生 救助了多少的家庭 让他们都有了 幸福的安康 谢谢 我们的人生 在不知不觉当中 已经度过了几十年 又在痛苦的生涯当中 过了几十年 人生无常 事实无常 留不住的亲人 赶不走的病痛 我们活在了苦难当中 每一天 我们在后悔当中活着 想改变 又解脱不了痛苦 因为我们是人 记住了 我们只有用菩萨的智慧 我们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想学佛 就是想改变自己命运的人 你就拥有了智慧 有智慧的人 就从现在开始 成为人间菩萨 要让自己的品质 影响众生 用自己内心的慈悲 度化众生 用感恩的心 去换来菩萨的智慧 和般若密多 台长在 开示即将结束之前 总喜欢 讲两个笑话 让大家 从笑话当中 得到启发 你们知道 台长讲幽默笑话 你们要仔细听的 因为笑点在最后 不知道你们听得懂 听不懂 我不管你们听得懂 听不懂 我开始说 说的是 有一架 站井台 专井台 起火了 这个时候呢 这个公司经理呢 就叫来了 叫来了 消防队 火势很大 消防队 开到那里呀 无法靠近 只能在 两千英尺以外 还弄水呀 在准备呀 这是公司的管理员呢 他请了一支 业余的 这个消防队 也赶来了 这没想到 这个业余的 消防队员 勇敢的 这个车呀 直接开到了 离火场只有 五十英尺的地方 停下来了 拿起起水箱 动手灭火 很快的 把火给灭了 第二天 公司的经理 非常的开心 准备给这支 业余的消防队 发五千块奖金 有人就问 这个消防队的 业余消防队的队长 队长啊 这五千块钱 我们准备怎么办呢 业余消防队长 不加思索的说 哎呀 首先要办的 就是把消防队的 刹车给我修修好 真见鬼了 昨天那辆破车 刹不住 差点把我们 送到大火里去 大家听得懂吗 就是昨天 他们这么勇敢的 开进去 不是因为他们勇敢 是因为他们的刹车坏 世界上很多事情 歪打正着 坏事也会变好事 很多时候 有很多事情 你不能左右 因为好事 坏事都有 有时候坏事来了 不要紧张 有磨难 有时候 有灾难 就预示着 你会有转机 所以好事跟坏事 都是同时来的 因为人生无常 今天的坏事 说不定明天 又改变成好事 今天的好事 说不定 又会改变成坏事 所以要好好地 积极地 人生 最后再给大家说一个 非常幽默的 真实的 现在的小孩子 真的不得了啊 听了你们 你们都要吃一惊啊 现在的小孩子啊 一个小男孩 八九岁 和一个小女孩 非常的早熟 而且非常的自私 他们两个孩子 在公交车上 讲了一对话 你们听好了啊 公交车 有一个八九岁的男孩 对边上的小女孩说 谁说不能预测未来啊 至少我能知道 以后我的孩子姓什么 可是你们女人就不行了 你的孩子姓什么 还是一个未知数呢 小男孩啊 听听这个女的讲 小女孩 厉害啊 那小女孩毫不思索地 大声回答 嘿嘿 那是啊 虽然你能知道你的孩子 姓什么 但是我知道 我的孩子 肯定是我的孩子 但是你的孩子 就未必是你的孩子了 船车人听了 全部蒙了 所以末法时期啊 五欲六成的污染 我们自己已经沉迷 所以我们要解脱 我们要言传声教 更不能让孩子 再有污染 要用 要要无我 常挂心头 到处都是好的时期 所以学佛人要有智慧 我们一定要用 同样的道理 要用善良给别人 你会得到善良 为别人付出 你一定会得到 别人对你的付出 所以我们要懂得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我们今天学佛法 不但自己受益 连我们的子孙万代 都能受益 就犹如佛陀 在两千五百年 种下的佛果 让我们今天 还在受益之中啊 谢谢大家 台长的开示结束了 待会有更精彩的 看图层节目 非常精彩 那么有一位同修 这个有他的感想 非常精彩 然后呢 几分钟之后 台长就上来 继续和大家 欢乐的学佛 谢谢大家 让我们再次感恩 卢君红台长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开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